这样才不会乱 行政院长苏振昌再度向地方政府喊话 因为开放美株引爆各地政府反弹 纷纷打算修法或是制定更严格的规范 要让开放美株另付出中央 中央设立了100亿的照顾养猪产业的基金 会从各方面让产业绝不会受到任何的损害 这个政府大家就是要沟通讨论 当然最后是比较仓促一点 不过这决策很明快 那我们就根据刚才我讲的 科学的证据跟国际的接轨 面对地方联手反弹动作来势汹汹 中央依然老神在在 虽然中央法律高过地方 可以强制全国统一标准 不过要说服民众才是最头痛的难题 卫福部长陈时中说 愿意带头吃美猪三个月 苏振昌要不要跟进 美猪早有进口 但因为台湾猪好吃的多了 而台湾人饮食习惯 也是台湾猪 所以饮食习惯应该也不会改变 要不要响应吃美猪 苏振昌没有正面回应 而为了化解民众疑虑 设置美猪美牛产品示范区 也势在必行 所以我跟食药署这边讨论 那做一些示范区 让大家一起来看 开放美猪成定局 不过事前没跟地方沟通 恐怕不是只靠韩话 地方政府就会愿意跟中央一条心 欢迎新闻林静庭陈丽婷 台北报道 我来过来